嗨,大家好,我是谢老板 7月份对于服装来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季节 因为夏装差不多快出完了 秋冬装正常预计要到8月中夏旬以后才能给大家更新了 现在我穿的一身都是我们秋冬的一个预告 最近其实行程排位满满的 上个星期一个星期都是在广东 因为有国商品牌买了我们的衣服 发现做工品质高方面做的都很好 所以我们去了广州和东莞去跟别人谈合作 但是很遗憾没有谈成 因为我们自己的工厂在零云港 大家都知道 下个星期估计带大家去参观我们的工厂 我们的工厂属于那种精品小型工作室 差不多10个人左右 产能有限 而且产生因为人数少 所以单价的费用制作的会稍微高一点 他们要求因为国潮品牌要求 好比说做T恤做卫衣 我们的工艺没问题 但是就是单价包括时间配合不上 所以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去到了一大圈 去看了很多广东很优秀的那种国潮卖家 广东的衣服和上海和北京的这种国潮品牌 完全都不一样 广州的衣服大家价格都非常平易近人 T恤都100块左右 100多吧 然后牛仔裤都是两三百块 相比之下那些上海北京的品牌 溢价就很严重了 我觉得衣服还是要去回归到人啊 因为大家做产品做到后面 质量你找了一个像我们一样的好的代工厂 那是没问题的 包括选款 包括剪裁什么的 你最后做到最后最后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拼的就是价格还有去营销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不太擅长营销的 我就是一个做衣服的老老实实给大家清心看看 做衣服的一个掌柜吧 我都不算是国潮品牌 然后现在这一套是我们的LasSales秋冬的 大家会看到就是我们是从头到脚这样去介绍吧 但是我现在因为非常满意 我现在因为有一米八一了 因为这个鞋子有5.5公分的增高 我差不多是一米七六嘛 所以达到了我一个非常理想的身高 一米八以上 这个是我梦寐以求的这个空气和高度 大家看我多高 然后我们先从脚到上身这样去介绍吧 这个是我们去做的一个叫做钢头德比 这个鞋子会有5.5公分的一个增高 然后这个铁头嘛 可以承受500公斤 就是你可以跟朋友说 今天可能不太高兴对吧 没关系 踩我的鞋子 用力的踩 承受500公斤 所以顺时承重500公斤 然后上面这个也非常有创意啊 然后给给我们拉近看一下 然后可能有点反光 然后我们下面是Last Else 上面是Human 然后旁边是Cycle 然后用的是那种进口的小牛皮 有点反光 没关系 到时候我会把效果图发给大家看 这个是Cycle 旁边是Human 就是我的一个这种 就是理念嘛 相当于undercover的那种 叫做chaos balance 找到一个平衡 就是我们是人类 我们同时精神 可能也是有点那种 Cycle的那种感觉 就是希望大家 还是有一点那种 纯真的叛逆精神吧 这个德比鞋到时候出给大家 这个样差不多打好了 我自己也非常满意 我们找的是那种 国内湖南新昂那种 就是做巴黎世家的那种 很大的厂的师傅 去主导开模的 所以这种模具包括炫形 斜形 包括内里 所有的细节 我希望都能给大家 在我力所能及 14年做衣服的服装范围内 给大家做得最好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弯刀裤二代 今年弯刀裤二代 我们会出一个新的配色 这个是Gartex的一个 这种雪山的这种灰白色 大家会看到 我们把这个镜头拉近一点 这个里面是有一点那种 就是类似于雪花一样的那种 就是暗形的这种暗格纹的 非常漂亮 两边是这个全压胶的这种 压胶的YKK拉列 就是我去看 就是现在国潮 大家其实有时候卷 卷的是价格 但是辅料上面 我去跟他们谈 还是得用的好一点 最少你得用 Idea或者YKK吧 其实男装还是希望 品质做得好一点 包括这个裤子 我们在那个 加10K的基础上 大家会看 虽然你自己去穿的时候 感觉膝盖是向下的 这个裤子的立体裁件 其实挺难做的 我们在电脑质板上 做了三次 最后做成了一个 非常成熟的这个版 就是你穿上 感觉膝盖是向下的 但是视觉效果是很好的 就是有的国潮品牌 它去把这个 做到这个膝盖这个位置 我觉得 这样是非常不好看的 有点像膝盖骨包 所以我这种 做的这种材片 是在膝盖下方的这种材片 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 包括在原版的基础上 我们加深了这个 裤子的设计 不会让你有那种 局促的感觉 包括两侧也加入了 口袋的设计 包括口袋里面用的是 我们非常经典的 那个 铸帮冲孔尼龙 包括我们自己做了这个 磁吸扣的 快拆 一秒钟快拆的腰带 这种都是一个 给大家提供的一个亮点吧 包括臀部的剪裁 我们最后做的会更好 臀部的立体剪裁 会让你就是 蹲啊什么的 非常舒适 它这种设计 我个人感觉 就是你在蹲的时候 膝盖是能到 差不多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你膝盖坐高了 蹲下来 一定是非常难看的 所以相信我 这么多年的 涂装经验会告诉你 在膝盖下方的这个裁片 才是真正的 非常 优秀的裁片 然后接下来看 我们上身的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是花了点心思 我们自己做的原创 就是原有的口袋 大家会去看 是一个非常 长方性的一个口袋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做了一个立体的裁片 你会看 评估起来 其实不是 那个长方性的 是有一点那种弧度的 脚切的那种弧度的 然后这个面料 我们使用的是 东立的这个主体的材料 这个面料防风 防水 透气 速干 并且防静电 抗菌 除臭 七大功效 表面做了DWR的防水 所以它可以防波件 然后我们这个 其实花点心思 我们一开始把扣子 做的是那种扭扣型的 觉得和技能风 这种不太搭 所以我们用那种 Sungriff加Pen的扣子 做了这种 非常合贴的这种 塑料的这种扣子 进口的 日本进口的扣件 很好 这个扣件 就正常采购 在一块钱一颗吧 然后这个袖子 袖口 我们也去做了这个 快拆的扣子 有两档可以调节 如果你戴手表的话 可以把它放宽 或者戴首饰 如果平时没有戴首饰 喜欢比较紧 就调到里面那一格 就可以了 然后在整体的 这个剪裁 袖长 包括衣裳 都是精准剪裁 我穿的是M号 你看我这 袖长 包括伸起来以后 非常贴合 非常完美 然后这个衣裳也是 如果你喜欢外部风一点 可以 穿一个牛仔裤去搭配 如果喜欢机能风 就像我这样穿 整个后面的这个材片 做得很贴合的 所以无论你是肩比较窄的朋友 肩比较宽的朋友 这个衬衫都会让你冰质如柜 而且细节高分 这两片黑色的口袋 Gartex材质 所以就是户外的这种 我让两种就是面料进行了一个融合 给大家更舒适的感受 这个Gartex面料相比 东立的面料 肯定会更加透气 所以在胸部的口袋方面 用的是Gartex的材质 包括领口的材质 也是用的Gartex 这样你去领口不会有这个大身的这种浅色面料 万一你穿的时间长了 整个领口是不会有那种污渍的 这Gartex反正正常你穿 一个星左右拿湿布擦一下就可以 所以这就是我做衣服的理念 在简单中透着细节 在细节中透露着我对服装的理解 和那种精致生活 精致做工 精致版型 精致剪裁的这种理解 所以这一套大家会去 简单的去搭配吧 搭配出那种机能风 那种效果 这个皮鞋 我也非常期待 非常漂亮 五公分增高 一米七五直接到一米八